1911年辛亥革命 中華民國樓時政府已定 清朝終失退位優待條件 清朝正式滅亡 但溥兒可以繼續在紫禁城當皇帝 他的喜居飲食仍然由太監服侍 紫禁城表面一切如色 其實不過是久言殘存 皇上, 進事吧, 皇上… 保重啊, 皇上… 求你全善啊, 皇上… 不吃啊 皇上 你們這些臭閹人納壞心腸毒臣 走啊 皇上 全莊士敦, 集約上英語堂 Leave me alone, Don't bother me 黑人真 奴才該死 皇上, 保重龍體, 皇上 十高點, 十五甜菜, 十二烈斌 再加皇上最愛的黃蚊羊肉燉兔費 羊肉燉菠菜豆腐, 齊全 預備好了, 你看多有氣勢 花都刁了 免刁吧 總管大人說皇上又不打碗蓋了 皇上沒有胃口 那奴才真是罪該難死 那這台御膳就是垃圾 垃圾倒入奴才口, 比拿去餵狗 兄弟, 起筷 皇上, 三天沒餵到肚了 傷了元氣, 今天有沒有出宮 還是肝屈氣 皇上對我們的誠見太深了 大人, 這隻大王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也好 大王一定要用西陵和大娘 白子一定要用杭州 白鳥一定要用浙江 這條行規是大人你教我的 大人, 你聽不聽我說甚麼 大人 大人 淑妃娘娘, 玉蓉傘到了 快起…小鳳子, 你要救我 玉蓉傘是用白子、白蓮心等 十幾種藥材延成細末 以水調籠再坐在小臉上 最後來個熱敷的 珍珠抹碎粉, 飛霞淡末 再添一彎新月, 反撲歸鎮 小兩把頭, 特顯淑妃娘娘 清禮脫足 神父奇妓 謝娘娘 1920年, 西方人嘲笑 中國人的鞭子是朱眉霸 普怡粉墓自斷牆 很快, 只禁城內千幾條鞭子 全數落地 剪鞭 身體發膚, 瘦諸父母 頭可斷血可流, 面致烏流流 皇上, 你叫奴才情何以堪 如何面對烈躁烈躁 什麼? 隨隨便便, 新外物而已 這條鞭子可以換一碗大肉麵 豈料賣給洋人, 可以換五個銀丸 真的嗎? 第十字幕 詞曲 李宗盛 感谢观看